居住小單位都不代表要放棄各自私人空間 好像今天這個單位 二百多呎都可以選到兩間房 這次這個單位其實實用面積有多大呢 大概225呎左右 扣除廚房廁所的位置 大概170呎左右 胡主當初想要有兩間房 還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始終空間要選擇兩間房 還要放到床的話 要做儲物和放衣櫃的位置很少 所以我們要利用傢俬去做間場 每一吋的空間去放東西 變成兩邊用的設計 一邊是給工作室那邊用 另一邊就是放一些雜物或飾物用 原積就是有一個眼鏡房 前胡主是把兩個大衣櫃做在房間的兩個窗台 現在坐的位置就是窗台 原積是兩邊都做了一個入場的衣櫃 封了窗 令到它本身的採光度就減低了很多 而且會影響了空氣流通的問題 設計方面就會把所有的衣櫃 和儲物的空間做在地台上 還有做在牆身上 填空窗台的位置出來 令到待會兒波會慢一點 因為我們的衣櫃設計 通常我們就不會做到鐵門口 因為會比較壓迫感 所以我們偷空中間的位置 偷空位置的上下 就可以做一個顯示 原積是一個磚牆去分開 整間兩間房的位置 就是原本這個地方 你現在看到其實是一個透明玻璃 一個黑框的設計 一來就令到外面的光可以滲入更多 因為房間本身不是很闊 可以保持一個空間感 主人房另一面就是女護主的工作室 因為它是一位化妝師 所以需要到一塊大鏡和寬闊的桌面 同時設計師利用工作桌底下的空間 放置電子琴 兩面的長身位置都用來儲物 地台有儲物空間之外 還預留足夠的位置 放置一張榻榻米 方便親朋式友流數 間了兩間房之後 客廳都可以放置兩人的沙發 調高了電視櫃之外 下面再加滲燈 感覺就沒那麼暴躍了 而電視都可以調教不同的角度 朋友來到都可以一起坐在房前面的地台打機 特色場的前方做一個地台做一個儲物 前方其實是一個鞋櫃 讓一個活主可以坐在旁邊 拉一個鞋櫃出來就拿鞋櫃 其實進來我都暫時沒見到飯桌 飯廳的位置其實現在要放在哪裏 飯桌的位置就是你背著這裡 它其實就是一塊板 一個特別的五金 你按鈕一拉出來它就會自己延伸出來 然後你拉著腳放在桌上 就有一個飯桌 設計師在兩道房門中間偷位 將飯桌陷入特色場上面 現在這張隱藏桌的限制就比較少 你只需要預留一個桌面的闊度 讓它拉出來的空間就已經足夠 因為你看到它那個五金的組件 是比較薄身一點 你願意就這樣80mm左右已經足夠 護主希望廚房用灰色調 因為容易打理些 長身桌面以外的地方 就用了白色去襯托 我們今次就用了一個叫做水複合板 就加了玻璃面 這個物料就會比較耐用 以及比較容易清潔些 還特別適合經常用蒸焗爐的家庭 原本那個座翅是在廁所的左邊 現在我們把它移到中間 就擴闊了棋缸的位置 廁所用了兩種不同灰色 地板就用深色 而長身就用了淺灰 螢幕就沒那麼暗沉了 其實結束都用了 三十二個説 一起三十二一 就用蠅膜打開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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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